首先第一步咱要加这个水或者是防冻液 因为这个水和防冻液属于咱这个冷却介质 如果说咱这个柴油机如果没有水或者是冷却介质的话 它会对这个球机造成不可扭转的伤害 所以说咱要加水 打开水扬盖加水 一直加到水扬码为止 然后将水扬盖盖死 第二步是加机油 打开加机油口 机油量的标准是咱在机油 咱机油池上面有一个高度一个最低刻线与最高刻线 咱这机油应该加在它中间位置 是最合适的状态 咱可以看一下 你看现在这个机油的位置正好是属于最高与最低中间 所以说是适合的 大家有个盖子 第三步就是咱在这个燃油器上的一块 这是一个净油管一个出油管 这个是属于可以 进油管 这个是出油管 进油管一出油管插入之后 咱们要按下手油泵 让它泵油 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进油管的油不往上走 那说明咱这刚刚油管里是有气的 咱要把这个放弃螺栓打开 然后继续按手油管 这样你会看到 现在的柴油正往在这个柴油管里流 让你感觉到有手油管有压力的时候 油泵流往外 刺油的时候 说明油泵不满 然后再让 放弃 螺丝 凝死 然后 再按几下 让他有足够的压力的时候 说明现在油 油路是畅通的了 第四股就是咱的电瓶连接 维柴30千瓦的放弃机组 使用的是12伏的启动装置 所以说咱用一块电瓶就可以 电源的 负极就是这个黑色的线 接在咱的电源的负极上 红色的线属于正极 然后把它连到 电瓶的正极上 第五步 就是咱这个 意表盘就是启动 将 启动钥匙 搬到 启动 的装置上面 然后 医表盘上有一个 电子调压器 如果说咱这线路是正常的 这个红色的灯泡 它是亮的 如果说不亮 说明咱这个线路是有问题的 要检查线路 最后一步就是咱的 启动 启动的话 但现在咱这个仪表盘是 维方华光汽油救急舰公司专门定制的仪表盘 是一键启动的 但只需要把它按下 启动 然后这些水 水 然后 还要看 还要看来 机油表 机油表一般 我会超过 红色的托出线,应该保持在绿色的半层内, 那么它的油压是正常的。 如果说起床的时候超过了0.6, 如果运行的时间还没有降下, 应该停止,继续检查。 让它再次运行一半钟左右。 现在就是在发电机,有三个电流表,一个耗车表还有一个电压表。 现在可以看到,电压表和耗车表,耗车表为16,电压表为16, 这是因为难道起,原来财务机属于再次状态。 现在可以加到油门,看一下我们的电流表,电压表和耗车表有什么变化。 后悔! Head红色的颜色Ai和耗车表属于耗车表, Vous给人感受有什么变化, 这个温暖车表属于耗车表面。 船门表属于耗车的浓车表是连 ign。 特别有lichen原理感, 保持在你的车表属于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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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表格下的氨。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高车表超过了五十 电压表超过了四百 在这电流表才属于零的状态 这是因为 在没有接到负载 所以把它的电流为零 在这过的前面 在这边是五十 所以说 在这边做的表情都五十 等一下可以看到 在中国的所有天使不轻松 然后它的电压可以删到400左右 所以要做两个电压 然后来看这个热盘 可以删到它的油压 再留点4左右 可以删成是正常的 这两个东西在电压里之中 在我昨天开关的时候 也可以明显得到 我们的外电压的水平常之后 它的红色水平常亮 然后把开关关的时候 然后电压的水平常是外面的 这个时候 在外电压的水平常给你删开 下一个牛奶的机主呢 停止 首先 你要把开关关的关系状态 拿来个红色的钢 或者关系 第二个就是一共有门 两个水平常 准备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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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掌握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